来源 东莞日报 记者 王晨征 如赛前海报是不过三的宣告 之前连续两场未长胜机的宏远南篮 昨晚主场对阵南京同西打出30分酣畅大决 近期持续困扰球队的命中率过低问题显著解决 首截两位数优势领先后 华南虎整场保持高昂节奏 最终如愿巡回胜利 带着其胜二负的战绩 接下来两周时间的国家队比赛窗口期 全队务必继续加强默契 找到更好状态 数据方面 本场华南虎五人得分上装一键连拿下21分9个篮板 状态回升的周鹏20分 3分球8投5中 杰克逊22分10次助攻 尼克尔森18分6个篮板 任俊飞10分 周占东 增凡日分别得到6分 赵瑞此一继续修战 开局强势顺利保持 拥有穷斯 J.J.C.克森及巴赫拉米三名万元的同袭 之前曾在主场击败过辽宁 本场宏远没有理由松懈 开局便先上夺人 上轮比赛曝露出的进攻端空位不进球问题 在队员们高度注意后改善明显 其中有以周鹏抢眼近段时间一直汉奸商作战的他首截就命中刺激三分球 里图外投拿下17分带领球队31比15奠定优势 之前几场状态不好更多还是自己的原因 现在慢慢的找回感觉 相信自己能投进能得分 虚!要靠自己更努力 周鹏赛后说到 事实上其手感回暖也是全队状态复苏的缩影 上轮比赛不在状态的尼克尔森 次节也是三分球四投群中 重点纠错巡回状态 这场比赛的上半场 可以说是赛季迄今大家发挥最好的一次 攻防两端都是 下半场只是终结了比赛 红元主帅尤纳斯肯定了球队的表现 摊击球队反弹 他认为是机会把握能力的提高 与上一场相比 球队在打法上并没有十腰不同 只是从八个空位三分机会没有投进 到这场全部命中 这可能是变化 同时上一场比赛大家显得有些急躁 在分享球方面做得不好 这一场改观名 显每个人也更有信心 第四节胜局已定的局面下 红元派出了全华班的年轻队员阵容 曾凡日、王兴凯、赵徐红等人 没有给对手多少机会 且打紧机会实战提升 后续随着赛程渗入 他们的表现将越发关键 接下来CBA将进入 2019年南兰市御赛修战期 红元将于12月1日打响第十轮争夺 客场对阵山东